有 布老師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樣守面相的人是拼命三郎 我們說拼命三郎意思是說 遇到事情一直往前衝 很努力 很認真的去做 叫拼命三郎 其實拼命三郎的話 就是只有一項 我自己寫出來主要的特色 就我們長相主要特徵 就是一項而已 這樣一看就看得出來了 其他這些只是補充 或者是追加的而已 最重要就是一項而已 是哪一項呢 我們觀眾朋友 你看一下我這張圖 我們人的臉從側面來看 這邊叫前山 後面叫後山 就是前山跟後山 最重要就是看前山 前山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額頭 鼻子 顴骨 下巴 你前山如果長得好 他就事情都一直一直往前衝 所以我這邊直接的答案就是 前山風龍 前山風龍是什麼 額頭 鼻子 顴骨 下巴就主要是前面最重要的幾塊 額頭 或是主要的幾個長相特徵 丁玲 抱歉你幾乎都複合了 就凸出來的感覺 你的顴骨很有力 鼻子滿挺的 額頭又高 但是老師你知道 我那時候剛進演藝圈的時候 有多少人叫我去削骨 削哪裡啊 削顴骨 他們覺得我全部太高了 很多叫我去削 真的 每個時代的美感標準不一樣 很多年輕人現在不要急著做一些 很多有的沒有的 說不定再過幾年之後就流行這種 會嗎 我們先看一下最近的風雲人物 那個郭台銘 郭董 你注意看他全部就是複合真相 他的額頭 他的全部甚至是往前 還有下巴 他整個就是往前衝的 拼命的往前 努力幹 很認真幹的這種長相 就是這一個 就是前山豐榮 但是前山豐榮通常要配上後山 要後山不要陷 就是後山不要這樣平下來 平下來 就哭吵的意思就對了 也不一定要很哭 就是基本上不要陷就好了 我自己寫的不要陷 後山是代表背後支持的力量 你前面是往前衝 後面要有人支持 或者其他的團隊 其他人家的幫忙 如果你後山陷下去 例如說他有的這樣低 凹凸不平的話 那就表示後面的人 不但不支持 說不定還扯你的後腿 對啊 你可能往前衝 後面小人一大堆 這個沒有後盾 你這個拼命三郎 也拼不出來最後的成功結果 所以我就要說 看一個人有沒有拼命三郎 其實就憑這一項就可以知道了 看你的前山跟後山 那下面這些就是補充了 就是說有一些你可以補充看看 有的話這就加分了 好 第一項呢 就是這指限定男性 第一項 就是眉平骨 或者眉能骨 也可以這樣 眉能骨凸起 就是眉毛下面這塊骨頭 對不起 我這要講 郭董啦 郭董的照片 如果你調查看 他這個是額頭的 額頭下面這眉毛 這個眉能骨凸 應該是凸出來的 那男人 為什麼說設定指限定男人呢 因為男人的經是看眉毛嘛 你眉毛的下面這眉能骨凸出來 就是他的精力旺盛的意思 所以他會一直往前衝 往前衝 像馬一樣 一起往前闖 就是眉能骨凸起 好 這是限定男生 女生不必這一項啦 好 第二項呢 是看嘴巴 嘴巴大有領導力 大家都聽他的 然後羊就是嘴角要羊 嘴角羊表示他很樂觀 他衝 有些人衝是只是 好像為了很悲觀 或者是不得不的 可是你說口腳羊的話 他樂觀 認為衝一定會成功 只要衝一定去做 一定會 結果會很好 所以他衝起的很有勁 越衝越有勁 所以嘴巴要大 口腳要羊 好 再下面印象 就是講顴骨了 顴骨不但要有力 最好能夠游減前手 意思就是說顴骨 像丁玲 對不起 我講你 你的顴骨是左右張 但是勾董的顴骨是往前衝 你們注意再看一下 同樣顴骨發達 還有不同的 有的是我叫往前 那左右的是代表防守 往前衝的是攻擊 那勾董的他是攻擊 那當然攻擊不是說 他攻擊人的意思不是這樣 而是說做事情 非常主動 對 很主動積極往前衝 就是我們講拼命山狼 就是骨頭要強沒錯 如果往前衝 更表達這個意思出來 他做事情有多拼 拼命山狼 好 那這幾個是做參考 主要還是看上面這一項 那給觀眾朋友做參考囉